不是 今天柯文哲又在 在這個監察院前面 辦一個事實喔 事實說我519要到民進黨 中央黨部前的北平東路 我要開始進行遊行 遊行跟他講的是民眾做主 提出了四大改革 照講這麼大的動作 你巴西立委是不是應該都到 你幫忙要的是 陳昭芝沒有到 還有黃三生沒有到 那你說黃三生沒有到很奇怪嗎 習慣的是說 黃三生不見了 現在在柯文哲旁邊的都是黃國昌 對 保倫哥原本來講 民眾黨作為一個主體性 他真正應該做主的人是柯文哲 但現在很顯而易見的 不管你從流量 不管你從聲量 現在民眾黨最高的人是誰 黃國昌啊 柯文哲直播兩千 黃國昌兩萬六 線上兩萬六 差十倍 對嘛 那民眾黨的邏輯 柯文哲跟黃國昌現在差十倍 對嘛 民眾黨邏輯是什麼 得流量者得天下嘛 柯文哲是流量天王有沒有 介紹單寫的 請問一下民眾黨現在流量天王是誰 黃國昌 黃國昌嘛 那我問一下 黃國昌在整個民眾黨裡面 他唯一的一個立場 跟他最顯而易見鮮明的色彩是什麼 就是反律啊 他就是反律大將啊 每天在立法院跟柯建民批配球 每天跟民進黨作對 每天跟傅崑奇合作 那請問一下 這補不符合現在柯文哲的利益 不符合吧 柯文哲最近我 想幾句話大家參考 第一 溫傑洋立法院不一定要團進團出 可以開放投票 那這句話是在跟誰講話 對黃國昌 對其黃國昌以外的立法委員講的 跟民進黨在溫情訴求嘛 我這些票不一定會支持國民黨啊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啊 對不對 那柯文哲最近建的一個民進黨 最重要的人物叫誰 蔡英文嘛 他還講說什麼話 他跟妳講 誰說 誰說我罵蔡英文總統的 我從來沒有 你這種話都講出來 所以 你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當然他現在很想要往律轉嘛 那理由很簡單 現在司法檢調 不管鄭明謙 不管這些一步步的步步進逼 從新潮流在對著他開刀 所以很想柯文哲在幹嘛 在求饒耶 那黃國昌為什麼還壓那麼緊 對嘛 所以黃國昌是壓著柯文哲上戰場 這才是真相嘛 因為第一啦 今天這個主義喔 這個收主義喔 要去踹民進黨中央誰出的 誰 陳志涵出的嘛 所以陳志涵他的東西 我們不涉及到政治邏輯上的判斷 因為他就是大外行 小可愛 對不對 我不會去評論他的政治分析的 但黃國昌值得評論啊 黃國昌可以不出來啊 黃國昌平常沒有跟柯文哲到座會 奇怪了 這一場活動 他自己跑來這邊信誓旦旦的 而且黃國昌還先講話耶 哦 他有講話他有致詞耶 他不是沒有聲音的啊 他講說哇 民進黨怎麼樣 民進黨怎麼樣 哇的嘛 所以是他Push柯文哲 往一個他不想要前往的政黨去嘛 柯文哲現在不想要跟民進黨說對嘛 可是柯文哲怎麼可能受制於人咧 不是啊 那這個叫形勢比人強 我問問各位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柯文哲會被司法警告追殺 很多人都講很多理由說 因為他2028要再拚一次 所以他身體突然說看狀況好不好 講很多理由其實都不是 我跟各位講啦 法律跟我訪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柯文哲現在線上流量5萬 每個點擊率影片都5、60萬 然後臉書5、6萬 然後隨便一號召一虎百應 小吵三、四萬人上街頭 敢不敢現在動他 我跟妳講 當然不敢嘛 就沒人敢動他 趁你病要你命 有些柯文哲是最辣水的時候嘛 從賣療之後 他的流量一絕不剩 他的聲量一絕不剩 唯一可以沾得上新聞的編的 就是 畢案 畢案 還是畢案 但現在有一個人不一樣啊 黃國昌不一樣啊 所以他當然對於黃國昌幹嘛 他要緊緊抱著這一根大條 因為他是唯一的流量 對嘛 所以柯文哲那時候講什麼 欸 很難看耶 那時候民進黨大佬說 傳訊息給他說 你要小心黃國昌 黃國昌會在背後通眠 就柯文哲做什麼事情 趕快給黃國昌看 Good job 他邊講我的聲音在笑淚在飆 他怎麼可能覺得Good job 他當然知道這是真的啊 他知道是真的 他知道啊 他還是要去跟黃國昌表態 因為他不得不 我把我褲子都掀開了給你看了 他本來就沒穿褲子了 所以他當然要把黃國昌抱住嘛 即便知道這個人心懷不給 這個人對他來講是極大的威脅 前一陣子聯合報還發一篇報導說 柯文哲對黃國昌已經忍到極點了 結果還是給他抱下去 黃國昌Good job 對不對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嘛 黃國昌要他幹嘛就幹嘛 否則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黃珊珊為什麼不在現場 黃珊珊不在現場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嘛 黃珊珊今天還在臉書發說 哎呀我財政委會又做了什麼 跟大家講我的這個施政報告 不對耶 你們當黨主席今天要辦大宋耶 對啊 起大宋耶 今天要試試耶 就你說你要幫財政委會 所以很顯然 黃珊珊最近不斷的跟民進黨立委開會 不斷的跟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 他在宣告一件事情他的顏色跟官布 往那邊偏了嘛 所以這一局要罵民進黨的局 他不沾鍋 那黃珊珊跟柯文哲有一個共通點 兩個人都是當事人耶 兩個人可能都是五大必然的被告耶 就黃珊珊閃遠遠的他知道這件事情 絕對不對 那柯文哲為什麼今天要硬著頭皮去 然後談到賴清德 啊賴總統說的是什麼 啊對 蔡英文 蔡總統說的是什麼 所以很顯然嘛 他根本不情願 是被黃國槍拿槍後面抵著逼著上戰場 好 蔡英文 你對柯文哲你也交手了八年之久 你對他非常熟悉 他真的充滿焦慮嗎 他一直講那哪有什麼大案呢 你告我 我告你 你就是被告了 他不承認他有任何問題 這個就只能這樣喊話啦 就只能這樣相信自己沒問題啊 辦怎麼辦耶 他到底焦慮還是不焦慮 當然焦慮啊 不焦慮的柯文哲講話不會這麼小心嘛 你假的 不焦慮的柯文哲 519草根行動 民眾做主他會在那邊講說 我們蔡總統講什麼啊 未來的賴總統講什麼 他怎麼會是這樣子 他直接講 他之前講什麼 蔡英文身邊的人都貪污 賴清德都是新潮流 對不對 就是這樣開嗆啦 519還要這樣 他不嗆人了 是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既然519要行動 要遊行 那你就要展示一個你的氣魄 展示你的正當性出來啊 可是你看喔 今天開記者會在哪裡開 在監察院 監察院 為什麼在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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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遊行要抗議民進黨嗎 你去監察院幹嘛 對 你是監察院說 我是因為監察院彈劾我 所以我怎樣怎樣 然後說要廢考間 然後還說國民黨支持 國民黨真的有支持嗎 我聽國民黨的議員說 他們不會支持廢考間 因為考試院跟監察院 是他們孫中山總理 提出來的嘛 不可能廢嘛 可是你看 今天他跑到那邊去做戲 然後又 最後罵的人是誰 罵陳菊 只有罵陳菊 然後陳菊也不是你 519抗議的對象 另外 這麼大的一個遊行 剛剛有講 黃珊珊沒有出席 陳昭之沒有出席 還有2026年要選舉的所有議員 全部都沒有出席 大家有發現嗎 這麼大的一個遊行動作 民眾黨發起的一個動作 他們議員也沒有幾個啊 全部揪來開記者會不行嗎 不行 所以他不是只有立委 他對喔 他雙北有很多議員的 是 這些議員都不敢來 為什麼 因為正當性不足嘛 這個開下去 我告訴你被質疑 被選民糾正的人 會是他們嘛 所以他們這一次的遊行 幾乎你看 所有的議員都沒有到 只有一個 2026要選舉的人有到 那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 為什麼 因為抗議民進黨 對於他在新北市 爭取國民黨的支持 有幫助嘛 所以只有黃國昌到 其他要選舉的人 全部都沒到 因為知道這個活動的 正當性不足嘛 那另外這樣 大家質疑的時候 他說有啊 當時這些預算 都是你們議員審的 議員審的時候都過了啊 難道你們當時都沒有看嗎 我們當然都有看啦 可是問題是柯文哲 有預算過了 不代表你可以亂花嘛 對不對 包含這個 這個國菜市場這一件事情 你包含檢相發包 你居然把重要的 那個洞大樓的消防安全 全部放在你檢相發包這一件事情 你就沒有跟議會報告了嘛 所以你被告 你被告圖利 全部用的是2014年 柯文哲說 不可以撿像八包 不可以追加預算 撿像八包追加預算 就是圖利廠商 大家只是用你的名去告你嘛 那如果柯文哲 行的證做的職 那你就講清楚說明白就好啦 你為什麼講說 那是議員不認真 你我審預算的時候 你不是都給我通過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講法 沒有辦法去澄清 而且我覺得小草也無法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這三大澳 甚至之後會有更多案 還有更多的 會 會 所以柯文哲真的在那間中 而且這一些東西 大家發現一下 包含魚果市場的追加 包含T17 18 免投資計畫書 底價下標 然後只要價格標就標給新售 的這一件事情 還有金華城的容積核發 都在什麼時間點 都在2020 2019之後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民眾黨成立 剛好是柯文哲從一個素人 變成對政治有野心 想要往總統之路出發 然後成立了政黨之後的事情 因為他要開始累積政治人脈 他要開始累積自己的金流 要讓這些人能夠支持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些案子 要繼續看下去 其實你可以仔細看 都在柯文哲的第二任期發生的 都在民眾黨成立之後 而這跟民眾黨息息相關 好 所以 不知道 葉子非常了解他 今天他真的已經到了這種設立內任 然後已經不知所云 那個更特別是 今天連黃珊珊都沒出來 黃珊珊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來了 因為他之前講的都出包了 他才講說 元大你開會的人名 你開會的時間地點都有了 結果元大就已經說 我完全沒有 還去據明 今天更誇張的是 連當初一個月前告訴你 我對這個案子沒興趣的E-mail 都交代出來了 所以黃珊珊這個倒霉鬼 少出來比較好 越出來越害得 這樣的這個官司 就會變成 這個檢方的證據會越來越多了 他今天講的 哎呀 你要不要吵了半天 吵一個月 吵不出明堂來 這是媒體在吵啊 為什麼一直吵 為什麼吵不停呢 他吵那麼久 為什麼吵不停 第一個 一定是有人買 這是收視不錯嘛 所謂收視不錯 是我開玩笑的話 表示每天都有新材料 那我問你很簡單嘛 今天本來沒有材料的 今天沒有新聞啊 柯文哲哪有新聞 怎麼突然間跑出來 自己跑出來做新聞 他怕沒有新聞啊 他怕沒有新聞 跑監察院 監察院這個目的 只有一句話 就罵了我們偉大的陳菊院長 他跑去做新聞嘛 照講今天最希望 有人做新聞的人是誰 是北檢嘛 溫度一直保持在那邊嘛 因為明記可用 我把他壓了 壓起來對不對 搜索25路搜索30路搜索 這個北檢最需要有新聞嘛 北檢要打鐵勝任 結果他柯文哲自己跑出來 監察院大張旗鼓的想 會他的519在那邊做廣告 怎麼有這種人啊 這是他什麼邏輯啊 可是剛剛 玉峰有一個邏輯制 他就是用這個活動 跟北檢喊話說 你519不要抓我 我們有商有糧 還有一個 我520要參加總統 總統這就是典禮 你不要在那時候 讓我不能參加 到時候總統會 缺了一個黨主席 萬一被收押怎麼辦 他就跟他喊話嘛 你覺得今天是示弱 當事人齁 在處在一個不確定的恐懼情況之下 會有不斷的哀嚎跟悲悯 他那個悲悯會變成無目的的 你知道嗎 而且無方向感 現在看到他就完全亂掉了嘛 亂成一團519抗議 然後520要參加總統的 就是這個我們這個 新皇登機典禮 他那就是告訴裴檢檢察官 你千萬不要再那時候收押我 收押以後 21號以後再講 這邏輯整個亂套了嘛 所以我剛剛講 黃珊珊這老金清楚啊 不能搞 一出一出鏡頭 談這個案子說談細節 談細節就落入了 剛剛解除被講的那個 那個獻金裡面去 就變成堂正共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 本來我們沒有柯文哲的新聞 沒有柯文哲的新聞 就不會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就討論這個台積電多偉大 結果他自己跑出來 跟他跟檢察官喊話說 我要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請你不要受押我 你這個要去給許巧心駕 對 我要這種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他的盤算 這盤算裡面表示說 已經完全失去他的整個的五一 一五七應該有的這種智慧 完全沒有智慧 政治觀點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 單眼來上線